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修行人的十八种过失 可能全部不一定讲了 能讲完多少就可以吧 本来前面十四个法都有 现在大波阿尊者也是到越后面越多了 前面十四个法 现在十八个法后面不知道多少了 出现第一个讲的 住在净处却成般今生的荣华富贵 事实是修行人的过失 因为这里讲的话 好像我自己观察的时候都在说我一样的 都虽然有些不是很明显的但是实际上里面很多的 也自己也算是一个修行人吧因为出家这么多年 但是有些事情好像是针对自己说的 所以今天在这里给大家讲 实际上是讲的时候好像自己做到的 那种口吻来讲不然没办法讲出来 但实际上并不是全部都能做得到的 这个你们也应该理解 那么这里就是说 因为大波阿尊者的圣道修行法 实际上是主要针对当时一些闭关的人 出家人 禅修的人 这些人主要是针对他们来讲的 当然当时作为在家人 城市里面的人 可能不一定是直接的针对但实际上 我们这个一个法很多人都可以修 因此现在城市里面大多数的学佛人 实际上自己认为自己是修行人 甚至自己修了多少年 我皈依十年了 皈依八年了 皈依二十年了 很多人都自认为自己是修行人 但是用这些来衡量 这些来观察的时候 我们确实很多人会发现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 还是有些地方并不是特别如法吧 当然我们也不如法的原因 大家也特别伤心甚至选择自杀 这样也没有必要 凡夫人修行不好也是正常现象 因为我们修行不好 我们学得不好要学 我们不能认为因为我修行不好 所以我再不学 这种做法更是愚痴的了 因此在这里第一个过失就是说 作为一个修行人住在一个非常寂静的地方 圣山也好 寺院里面也好 甚至自己的闭关处也好或者说 我们虽然不是身体在寂静的地方 但是在城市里面有些人也算是自己在净处的 这样的地方 但是这些人不好好修行 整天都是成办一些今生当中的 要么是得名声 要么是财富 要么是各种名为利养 得供养等等这样一直追求自己的荣华富贵 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修行人 这一点当然住在净处的有些修行人 我们确实也要观察 比如说我们在拉荣的时候有些出家人和有些修行人 确实是十年 二十年大家都非常知足少欲 各方面很好的一种不求名 不求利 不求世间各种各样的荣华富贵 但有些到了寂静的地方整天都是搞一些世间法 其实真正用智慧观察的时候也没有多大的用 你再有什么样的地位 到最后我们都发现这个所谓的地位是什么样的 再有名声也是净刺而已的 可能大多数的人执着都是财富这些 但财富也是除了我们吃 住 除此之外 真的世间当中有多少多少的财富 世间当中有多少个荣华富贵 但是全部变成什么样呢 变成可以说是作业之梦没有人法的差别 所以说我们住在这个 他这里并不是说是世间人不能追求财富 不是这个意思你们有时候也会有点激动 啊 修行人以后不能挣钱的不能做生意的什么都不能 那这样不行的因为很多人可能需要生活 尤其是我们今天听课的大多数也是有城市里面的在家群体 你们应该该挣的钱 该做的事情这些应该做 但是我们整天都是为了一些精神当中 不观想 不考虑来世的事情 知识精神当中这样一想的话这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要做任何事情用自己的智慧来选择 尤其是你作为一个修行人 你就抛弃了世间的很多事情 然后到一个寂静的地方去开始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这个人生可以说是一种耗尽吧 全知无光尊在中原心智明典当中也是有嘛 康彼得嘟嘞 南德嘟嘞 康彼不过勒等 有一个中原心智明典说是 住家知识 智力掩饰物我们以前也讲过吧 寂静善见求圆满的福 这是一些琐事令人浪费自己 也就是说人生耗费的因 所以断尽琐琐事即使我忠告 五光尊者有这样的嘛 比如说你住在寂静的地方 天天都是装修自己的房子 我看有些道友买了一个木头房子 水泥房子的 但稍微有一点简单的装修的时候 我也不反对 还是可以的 但是有些是特别高等的装修 在寂静的山里面闭关的山洞开始装修 现在有很多拉萨那边以前的五光尊者 莲花生大师的山洞 听说是他们有很好的那些资料了 装修 装修得非常好 本来是石头房高僧大的 但是很多高僧大的居住的地方石头的山洞房 但是山洞现在有各种 里面宝纹各种 出家之士自己的物内智力地去装修啊 装修啊 其实这也是稍微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但是也没有必要特别的 然后住在寂静的地方就开始追求荣华富贵圆满的世间法 啊 求名声 求财富 有些在寂静的地方整天大瓜争钱 算命争钱 砍香争钱甚至买各种各样的产品来争钱 我们现在佛教团体当中有些是进入佛教团体的话 他不是为了修行为了各种目的而进入 这样的话这是一些非常琐事来让自己的人生耗尽 非常可惜所以尽量地断除一些琐事 我在这里也是刚才讲的在寂静的地方 其他我们可能是没办法 当然包括我们在拉荣的道友们不要过于摄持 你虽然有什么条件呢 就稍微房子装修得简单一点 不要太金碧环花全是金子和银子造成的 像以前的秦始皇的皇宫一样 那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啊 因为你的时间大量都是用在这样 有时候以前德巴堪布也这样讲的 如果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爱正洁的话 房子不是很好的话里面看起来很舒服的 如果自己里面住的人不爱卫生 自己搞得不好的话 房子再好也是实际上里面像狗窝一样的 一进入就不是很舒服的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寂静的地方可能成办荣华富贵也好 或者有些修行人不要特别的一直把所有的时间用在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有没有必要直接观察 他这里说在这个净厨一直不承认来世 自己今世当中所有的事情一直关注的话 这就是修行人的过失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法作为群体之首领成办自私自利之事 那么这就是修行人的故事 那这里的意思就是作为群体当中的一些首领 国王也好 大臣也好 官家也好 领导也好 中心的负责人也好 一些学会的官家和负责人也好 我们这里的堪布堪木包括辅导员也好 祖政官家什么样的话 凡是你下面或者说你所管理的范围当中 有一些群体的话 你作为一个首领 作为一个负责人 完全断掉自私自利是没办法的 但是你不要以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权利利用 然后做各种自己的事情 这是非常非常地不好 所以这是对我们而言 这里的每一个窍诀应该是精致念成 非常地珍贵 如果你不是一个修行人经常无所谓的 每天所听的这些法当耳边缝的话 那就没什么说的了 如果你真正想修行的话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修行人 包括我们现在佛教徒 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当群众 没有一个树林是不可能的 我们各个地方现在有一些负责人 但是负责人有利他心的这个人 确实是对大家的利益非常非常大 如果没有利他心的就是自私的心 但有些自私的心把利用自己的权利 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开始维护自己 最后自己和他人都会坏的 非常可怕的 所以自私的心从大乘佛法角度讲 确实它是像毒药一样特别可怕的 从世间角度讲 以前英国的哲学家佩根 他专门学的《论自私》 里面一个比喻用蚂蚁的比喻 蚂蚁是非常有自私的心 虽然他身体很渺小 但是他对花园也好 他对很多的可以搞破坏性很严重的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一个群体当中 如果一个人的自私自利非常严重 那么对整个群体也好 对整个道场也好 最后还是危害性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群体的这种首领 希望每一个有责任的这些人 不可能没有责任的 我们十个人当中也是有一些负责任 但是这个人完全没有 我刚才再三重复一下 完全没有自私自利心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最好不要用智慧 不要用自己的权利来维护自己 甚至所作所为都是 就像我们有些人 比如说你要选一个负责任的话 对自己关系好的 人本身是有这个过失主 这个我也承认 但是对自己稍微关系不太好的 全部都杀掉 有些人心还是很坏的 我们现在世界上有两种人 说有一种人自私自利心还是有的 但是别人有对手发现的时候 自己通过学习来超过他 还有一种人看到对方有一些成功的时候 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杀掉 这个我们可能以前也是看过不同的资料吧 所以我们有些道友包括在佛教当中 有些行为偏多心比较重的 今天上午我跟坎坡坎坡们 一方面开会 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个莫菩仁波切的教言 莫菩仁波切教言 什么 让您勒顺 怎么说的 好像记得吧 《中观传论》当中说 如今的这些师父刮闻 智慧也浅 还有偏多 嫉妒 傲慢高 有这些过失吧 因为这个原因很难以成利他的 为自信所散说而专注《中观传论》 麦菩仁波切前面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偈颂 他这里的意思就是如今末法时代 如今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 好多的人是骷髅刮闻的 智慧很浅薄的 而且他们的偏多心 比如说我是藏传佛教 我是汉传佛教 好像自己自分有一种偏多 然后有嫉妒心 有傲慢 这样的原因 麦菩仁波切的意思是利益众生现在很难的 只不过我是为了自己传习和修行 高僧大德的善说写了《中观传论》 麦菩仁波切是很谦虚 也许在那个时候没有那么严重 但现在的确也是 包括我们有些人 比如说我是某个上师的弟子 那某个上师的弟子这个教派即使有过失 我就拼命地去隐瞒 然后除了我的宗派以外的其他的话 即使没有什么大的过失 我就拼命地去开始说 有时候我们佛教徒也是真的 好像南传佛教一样的 全是佛的弟子 我觉得这样好一点 不然每一个宗派当中 我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你是净土宗 天台宗 我是格罗派 萨迦派 尼玛派 这样的话 凡是我的派 有过失的时候我就不说 这就是我的派 别人的派稍微有一点就开始 所以偏多 一个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人 如果有自己光闻博学 智慧很深奥的话 他都知道哪些是错的 哪些是对的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的 而且我们更严重的是 我们有偏多的心 包括我今天为什么我们法师们这样说呢 我还是说的是有原因的 我们有些坐在法座的 法座不是很高的 法座不要当作是自己很了不起的 这是母头坐的 上面哪一个孩子都可以的 有些法师坐在法座上 觉得是我真的可能很高的 这个母头没有什么的 但是人的傲慢心自然而然就提高 我们有了傲慢心 有了嫉妒心 有了偏多心的话 所作所为就不会如法的 我们居士也是这样的 出见人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今天也特别提供 这个《孟宝仁波切的中观传言论诗》里面的偈颂 希望大家再次的因为世间关系我不光说 但是这个偈颂我觉得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 很多人 包括我在内 我还是有很多的过失 比如说 我经常听到拉荣什么什么的话 我还是有一种自然心 应该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这样的 别人诽谤我嘛 如果除了别人的一些事情可能是真的吧 有这样的 这就是自己的过失 本来现在网络时代确实是有些时候很难相信 希望我们有些佛教徒也好 非佛教徒 也是看到网上的任何一个资料 首先是最好不要相信 因为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甚至有些他刚才讲的一样有偏多心 有嫉妒心 有这样的原因有各种目的的 包括原来好像香港还是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人穿着出家人的衣服开始准备自杀 调和还是什么的后来就把他救回来 别人问他为什么自杀 他说佛教太不如法了所以我就想自杀 如果不如法 自己不学佛也可以的 但是他们故意通过各种方式来对佛教抹害的 对某个人抹害的 对某个宗派抹害的 这样各种原因的话 我们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 这个到底是不是有目的的 甚至我们现在可能两个人 就把别人的头往上切掉 然后就贴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体 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做 所以往上的这些事情有各种各样的 因此我们对佛教的诽谤也好 对其他任何你熟悉的 不熟悉的人的这些非议的话 先没有必要去相信 先用自己的智慧来观察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人 有什么样的历史 有什么样的背景可能要观察 在过后我们再进行分析这样是可以的 在这个当中我刚才再三讲的 就是我们有一种自私的心 偏多的心 傲慢的心 嫉妒的心 那么这些魔性作怪 作怪以后 我们所作所为是不公正的 不客观的 不合理的 不如法的 所以修行人自己也好 看到别人现象的时候 确实这就是修行人的过失 尤其是我这里再三讲 我们每一个负责人 这里所谓的群体的树林 有些是我们现在学会的一些负责人 都是权力特别大的 所以这个我也没办法管控 有些人属下还是有相当一部分 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自己都开始 我现在遇到一些人 真的不像我们这边有关系的一样 自己特别特别傲慢 他的傲慢是什么呢 别人把他吹捧以后 啊 你是我们的佛则人 你是我们的辅导员 你是我的堪布 你是我的堪布 人们这样一个非常虚无缥缈的语言来 然后我的恶慢和嫉妒就开始增长起来 那个时候不知自己住在什么样 什么不知路上正面目 所以那个时候还是 志愿自身在其中是吧 哎呀 所以大家还是要可能真的要想的 不然的话我们有些道友 如果一个自私自利心非常重 然后他权力也特别大的话 危害心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很不容易辛辛苦苦地建立起来一个道场 建立起来一个群体 建立起来一个学佛的一群人 然后有自私自利的人因为他的行为的原因 他就各种各样以自私的心来把下面的人带来带去 最后一天的时间当中全部都毁坏 以前《大波涅槃经》里面有一句话 犹如花香 难成义坏 这个花香 唐卡的话 花的话可能要几百天 但如果把它毁坏的话你放在水里 几秒钟就可能坏化 菩提之心也浮如是 难发义坏 我们发心 菩提心也是一样的 发起来还是很难的 但坏的话也很容易的 你说我现在再也不读众生了 你已经学了几十年的话 一天你发个恶心 我再也不学了 就像这样 很快很快的 同样的 我们现在有些群体 树林的话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负责人希望以后 应该是大家非常负责人的 非常清晰的 非常智慧地去选择 选择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没有选好的话 可能这个道场以后都不复存在的 如果我们选好的话 不但是存在 而且有发展的前途 所以还是在每个地方 比如说一个寺院的主持也好 一个中心的负责人的话 将来所有的成败就是依赖于他 这个还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有权利的 所有的 哪怕你是什么样的权利 我们不要傲慢 确实是傲慢没有任何的意义 如果真正能利益众生 你的权利是值得的 有意义的 如果不能利益的话 即使你变成了美国总统 川普的位置 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上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全世界的人说你 那你自己也痛苦 别人看来也是你的地位是不光荣的 所以我们凡是有责任的这些道友 有发心的这些道友 首先要看自己的自私自利来 不要做有害的事情 今天我有一点感觉 看来好像第一节课讲得也不是那么差 对吧 那讲微谋接近的 没有问题了 是吧 好 接下来讲精通正法第三个 却不净体罪业 实施修行人的过失 那么这个大家应该是明白的 虽然有些人可能显宗 密宗 包括世间的这些论典 知识 都非常非常的精通 但是因为自己的智慧 这是一个理论上的智慧 跟自己的相续从来都是没有结合起来 这样的原因对业因果 罪业 一点都是没有畏惧感 一点都是不怕 有些观文波学的人 这是磕头上滔滔不绝的讲 但内心当中好像 我不能这么做 不然的话 今生可能会别人说我 别人面前也不好 上师本尊面前也是不好的 我到了来世的时候会报应感受无量的痛苦 这样也不好没有这样的畏惧 没有这样的愉悦感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话 那应该精通知识很重要的 没有精通的话 我刚才讲的一样我们佛教徒一定要全面地提高自己的水平 这个水平不仅仅是佛学的五部大论 显宗密宗的水平 甚至可能世间当中的为人出世 这方面也要重要 大家不要认为我是读过大学的 我是读过某某博士生 有时候我们的一些真的是知识分子 有才华的这些人往往在人生当中失败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人生的经养 而且自己我刚才讲的一样 知识越来越多的时候 傲慢心越来越大 然后别人的功德也是看不到 自己的过失也是看不到 这样的原因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自以为是 最后的话 做事情也是处处都碰壁 有时候我们人自私自利的心比较强 对业因果也好 对今世来世的很多可怕的后果 一点都是不净体 一点都是不精神的话 那这种人往往都是可能精神当中 甚至可能有坐牢的危险性 那么来世的话 做地狱的危险性 这样一来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尽量地对业因果有一个甚深的了解 前一段时间 我有一堂课当中也再三给大家讲吧 佛陀所宣说的业力不可思议 这句话对我来讲感受还是很深的 业力不可思议我们不能对每个人 虽然我们人类的规则不得不给大家同一个案例 一个规则但实际上这种规则很难能宽得起所有人的现象 因为每个人的业力都不同的 每个人的兴趣都不同的 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相同的这样的原因的话 可能大多数人 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他的业感是不相同的 所以这是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前世的业不同而导致的 那我们今生所作的善业和恶业 也是跟我们来世的快乐和痛苦有直接的关系和联系 因此我们今生当中很多比较快乐的人 快乐的人确实是跟他的心态有关系 但这个心态归根基地跟业有关系的 现在有些人是这样 我心态不好 我心烦得很 那天有一个道友给我打电话 我现在心特别特别的烦 做什么事情都是没有办法 你给我织一条路 但没办法的 你现在前世已经造了业 你现在已经变成这样的时候 你再怎么样 比如说你用刀看了你的身体 特别特别痛的时候 你给医生说 你想办法 马上把它治好的话 没办法的 前面已经看了你的身体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的观念 很多的教育 我们知学的是大多数的教育 就是今生当中的一个为了生活 短暂的人生几十年的一个教育 除此之外 我们更多的对来世和对生生世世的关系 非常地少 甚至我们可能有些除了假的 以前我遇到过特别高级佛学院的一个法师 他说 我讲了很多很多年的法 但是我其实内心当中是不相信后世的 我不承认前世后世的 但我说 你讲这么多法 但毕竟我的身份是这样的 我还是要讲经说话 内心当中根本不承认前世后世 根本不承认业力 这样的原因可能很多事情没有什么约束 也不怕来世 我们有些人精神当中不怕法律 现在也是有很多年轻人佛习 什么都不怕随缘 无所谓的 这种过分的态度 对生活的态度 但实际上这也是带有一种愚痴的行为 因此我们讲 作为修行人 刚开始也许你因为你的家庭和教育的原因 对业因果不是特别有概念的话 我希望多看一些什么 《百业经》 《咸语经》 然后有一些特别相信因果的法师 跟他们经常交往 长期地这样下去的话 到一定的时候自己会业因果的感受 就是越来越强盛 否则 你以前从来都是 好像这方面的教育很少 后来我担心我们这里出家人当中 有些是可能藏地出家的稍微好一点 但是现在藏地出家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前一段时间我去一个佛学院 我看到跟法师们讲了大概是二十分钟 但我讲到十分钟的时候 我就开始不高兴就开始有些动到戏外 好像连基本听课的意乐都没有 所以我对现在藏地的 有些佛学出家的水平 因为可能他天天都是看一些信息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里的一些不知道 出家人对后世的因果会不会有 哇 这个不能做不然的话 到时候我堕地狱怎么办呢 我这个不能怎么做不然 来世我就变成一个哑巴笼子怎么办呢 我们自己自然而然的有一种愉悦感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你即使天天讲经说法的话 可能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我个人而言 应该从小都是对业因果的取舍感是有的 但有时候因为愚痴 因为烦恼 完全能取舍因果不敢这么说的 但内心当中确实是非常相信 而且这种相信应该是自信 不是迷信的 我希望很多修行人对业因果的道理 还是有一种深深的信心 这很重要吧 否则不是修行人了 第四个 拥有殊胜的教言 自相续处于平庸的状态 这就是实施修行人的过失 有些人教言是比较多的 大圆满的 大树营的 中观的什么样的 笔记本上写的也是这个上师的教言 那个上师的教言 但是这些教言放在书本上 全是不好好地抱起放在佛堂里面 自相续好像越来越不调柔 越来越与正法相违背 甚至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 没有出家的时候 自己好像有一点善良的心 后来教言越来越多 反而自己相续就像发幼子 老幼条 最后什么都没有这种感觉 始终是处于平庸状态 有时候我们也遇到这样的 这个修行人出家多少年了 这个人已经皈依多少年了 修行多少年 他是已经得密法般的 很了不起 但是这个人跟别人交往和接触的过程当中 哇 不得密法还好一点 是不是密法的话 也许可能他的秘密当中有功德的 我们显现当中这个是可能有点非常麻烦的 所以大多数的修行可能会用在一些文字上 没有很好的相续的话就刚才讲的一样 非常困难的 佛陀在《初遥经》当中 《初遥经》里面有当时佛陀要求假释尊者 你去跟比丘们好好讲讲课 代表我讲课 你讲得很好的 然后假释尊者说 我可以去讲 但是现在的这些人不好管 非常不好管 今天都是两个新出家的两个比丘 一个是阿难的弟子 一个是目犍连的弟子 但这两个争论真的很厉害的 对佛陀的法意他们就开始各自集结 一个说 这个应该是不空的 有的东西 一个说是无有的东西 我都没办法跟他们讲 现在这些人不好管 不好弄 你看 假释尊者都是生厌烦心的 佛陀说 那就这两个比丘过来 佛陀就问他们 他们的回答并不是很乐意 佛陀最后还是愚痴 有时候佛陀也好 一些善知识 稍微语气重一点 对他们来讲还是比较好的 佛陀就说 你们这样的修行 光是口头上 在表面上 这样没有任何的意义 一定要修行 如果有一些修行 哪怕是四句的话 对自己的相续是有利的 佛陀后来说是 随多送经义 放义 不从证 意思是 虽然我们送了很多很多的意义 经典 但放义者对他来讲 没办法调伏自己的相续 就像入木树他牛 不活萨门针 有些牧童虽然整天都是树别人的牦牛的树子 但自己相续根本没有什么财富 同样的道理不好好的修行 不好好的人 虽然口头上说得再好你精通很多很多的教言 但是你的相续越来越与正法远利 所以我们听了法之后 现在很多人听法方面我觉得还不错的 说实话 不管是在网上听课的人也好 我们这里很多人还是很重视的 这一点值得赞叹 点赞 应该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听到的法尽量习惯性地修行 以前刚博巴尊者我不知道讲过没有 他刚开始给弟子们说 我如果一辈子修行的话 我可能即生当中获得慈名的果位 我一辈子讲经的话对你们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对我自己一点都没有利益看怎么办 然后弟子们说那还是你自己修行吧 你得到慈名果位的话我们是很光荣的了 后来刚博巴尊者闭关一段时间的时候 弟子们说哎哟 我们当时选择错了 应该上师给我们还是要讲讲课 不然的话不行的 后来他们请求半个月讲课 半个月上师自己修行 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修行还是很重要的 因此如果没有修行的话 这个相续肯定是平容而住 没有什么说的如果我们没有好好修的话 肯定是自己的相续是平容而住的 如果我们修的话不管是什么法 一定会对自己的相续有改变的 这一点看一看得出来有时候我们看 这个道友肯定是有修行境界的 不管怎么样你跟他接触 大概十分钟 二十分钟都知道 这个人虽然他听过很多法 但是肯定没有修行境界 你看他发的脾气那么重 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跟几个发心人员 跟他们发脾气就有的 他们可能觉得看不肯定没有修行 但是我发的脾气今天我不是真正发脾气的 我是要照出他们的过失 我下来门口上的时候遇到其他人的时候 我笑着出来的你们不行的话问一下 好吧 但是你们有些地方还是有一些发心过程当中 好像没有发现自己的错误 有时候人不管是互相说过失还是有用的 有了说过失以后 有些是稍微有一点不高兴的话 能说出来自己所想的 就像我们有些在家人家里吵架的时候 他自己心里平时舍不得说的东西全部能说出来 那个时候经常要面子不说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要 那个时候就开始把圆圆奔奔的全部要说出来 说完了以后自己也舒服了 对方如果没有变成能战的话也算是好一点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需要有一些照出过失 这是第七个问题 现在我们 我本来想今天讲 本来想今天十八个全部讲完结果 刚才好像有 下面就简单讲吧 第七个 第六个是吧 没有 不行 简单 第五个 戒律眼睛却没有离开欲望 实时修行认知过失 就是表面上看到戒律非常清净的 不管是你受出家的戒律 在家的戒律就很清净的 但是没有离开欲望 贪心和贪心非常重 有些是对人的贪心 对财务的贪心 表面上看到好像这个人受戒很清净的 但实际上欲望非常过多的 以前藏地有一个在文革期间吧 有一个出家人说他戒律很清净的 大家特别特别地尊重 但有一天晚上来小徒 来小徒偷东西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 他当时特别生气 拿着刀准备杀他 后来那些人就说 我们一点东西都没有拿 你不要过来 不然你如果过来 我们会把你打死的 因为他拿着刀 所以他们也可能害怕 后来他就特别生气 也许可能他自己的业力吧 他说 你们肯定拿了我的财富 其实那个时候藏地也很穷了 没什么可拿的 最多可能一袋藏霸 寄近俗友 除此之外肯定没有什么 然后他就一直拿着刀追他们 最后到路途中间的时候被枪毙而死了 后来他们都知道 听说出家人戒律很清净的 但是他的嗔恨也好 贪欲也好 非常严重的 有时候我们经常在修行过程当中 看起来好像是很好的 但实际上自己的欲望 有些说是非常清净的人 但实际上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哇 原来这个人对这些事情是那么重视 有些人表面上看到好像有很多台语 你看 平波所罗王 他有那么多的财富 但是佛陀说他是最知足少欲的 没有欲望的 像以前江阳群 郑王波也是有那么多的财富 但是他跟华智仁波切说的时候 我对这些财富你连母王的执著都没有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能看出来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眼睛戒律 但是自己欲望没有离开的话 这也是修行人的过失 然后第六个说 觉受证悟算是比较善妙的 但确实自己的相续没有调伏 好像经常受到本尊的受戒 自己的证悟空性也不错 自己认为可能自以为这样的吧 自以为如果决数证悟真正很善妙的话 可能不会自己的相续不调伏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是矛盾的 我们按照英明的观点两个相维的东西不可能存在 因为你有证悟空性的话 调伏自相续肯定是有的 但是他自以为自己觉受也很不错的 证悟也是很不错的 但是确实是自相续刚才讲的一样 一点都是没有调伏 那没有调伏的话这就是修行人的过失 表面看了好像精通一些 像以前提波达多现在印度佛陀的电影里面 好像他从小跟佛陀作对一个坏人 但一些佛经里面包括《初遥经》 有些佛经里面 提波达多刚开始到十二岁之前都是很善良的 应该他修行也是很好的 他一直修到四三以上的境界 然后他的广闻波学他能背诵的这些 能打向脱的经数那么多 他背诵的智慧 他禅宗的修行也是很好的 但到后来的时候 他的恶劣的念头越来越强生 然后开始对佛陀进行作弊 进行对比 最后开始想毁坏佛法 杀害佛陀 他就把这些恶念都出现了 当时他的这种境界完全可以安住在四三的境界当中 所以我们有时候禅定的境界 有时候自己收到好的一些手机 这些都不是特别的重要 尤其是现在我们内地的修行人稍微好一点 但是现在还是也有经常说神通的 连自己做梦的一些境界 你就不要到处都在说啊 我昨天蒙本尊什么什么 啊 我昨天蒙了什么什么 这些也是少说一点 为好一点 有些是自己修有一些境界的话 尽量都不说 有些人都可能说妄语的 文殊菩萨叫我到藏地去啊 我这边好像经常遇到境界特别高的一些人 是哪一个菩萨派的 观音菩萨派的 释迦牟尼佛蒙中派的 在境界当中显现的 我是刚开始 我刚才给你们讲的一样 我刚开始是怀疑 如果他不说我是文殊菩萨派的话 我就不详细地看 一说我是文殊菩萨派来的话 我就看一下这个人是到底 我为什么详细看呢 因为也许这是一个大成就者 大成就者到底长得什么样的 我就详细地看一下 也许这是一个可能说各种各样的一些人 那么这个人他会不会还给很多人说这样的 因为有些人这样一说的话就特别信 哇 那你很了不起啊 要不要我想当你的头弟啊 你可不可以给我传个什么啊 所以有时候这个戒律也是比较 自相续的调伏跟决数有关系的 第七个说 一入佛门却没有断除世间的贪承 这就是修行人的过失 已经皈依了佛门 已经出了家的 但是没有断除特别严重的世间人的施法的贪承 完全要断掉的话当然到了十地末尾的时候 贪承的习气都可以断掉的不可能的 但是作为一个修行人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 至少也是你入了这个教以后跟其他的与众不同 要有这样的真的我们有些人学了两年 学了五年以后从他的言行举止 很多方面的变化非常大 你有没有闻思的话跟他接触一段时间 就完全能看得出来整个人的整个行为如不如法 如果有些人虽然我学得很好 我什么什么全部都毕业了 甚至我们有些密法班不知道怎么进来的 现在好像有些人的行为不是很 我遇到的一些密法班 我现在遇到的一些密法班 我们在外面的一些密法班 算是在我们群体当中学问比较高的 但是自己确实可能没有好好地学习 所以我也并不是全部认可 虽然你们不管怎么样通过修加行也好 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已经上来了 但是有时候行为有时候相续这种贪嗔痴 好像虽然有点 反正我用语言来表示有点困难 然后我自己内心比较清楚 入了佛门以后我们完全断掉是有点困难的 但是我刚才讲的一样非常严重的嗔恨心 非常严重的贪执心这些确实是 至少也是听闻佛法 佛法的甘露妙法的话 哪怕是听了七天的话 确实是自己的相续还是有一定的收获 有一些利根者 有前世一些受缘的人 听了非常短暂的法 最后自己的相续改变得特别特别快 这是有明显的利根坚硬的效果 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入了佛门之后 你不可能是完全 我入了佛门以后现在就完全变成什么 这个都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至少也是自己的行为 我以前是什么样 现在我印象是最 以前我们小的房子里面 当时不是两个道友有点冲突吗 后来就变成堪布 后来又消失了 不知道 他当时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现在是学佛 出来家 不然我以前的这个脾气 我把你捏死了 所以他说明他还是有进步了 虽然他还想把他捏死 意思可能架势的意思 但当时他说的是捏死了 就把他捏住 怎么说 把他掐住 是吧 是吧 他好像是山西人还是什么人 反正他说的是我想把他捏死 所以这说明还是有进步的 我们有时候也可能会有这样的 舍弃世间法而进入初始法 却放不下世间的成事 也是修行人的过失 虽然有些人可能出了家 舍弃了世法 到了寂静的地方又开始搞第二个家庭 搞各种各样的事情 放不下世间的城市 这种现象还是有的 包括拉荣有些人说我要出家 我出家的时候出家当中有好的 有好的话还是你出家是很好的 但是出家有些好像世间八法还不断地在做 这样也不是很好的 世间的舒适的这些行为一直是不能间断 这样也是比较有的吧 下面第九个就是理解意义以后没有实修 也是修行人的过失 我们可能闻思过程当中像五部大论 很多意义都比较理解 但是自己没有好好地修行内容没有修行 比如说像出离心 菩提心 空心这些 我们在道理上讲的话大家都会讲 尤其是学过中观的人对空心意义肯定会讲的 学过一些戒律的人对出离心也可以讲的 学入菩萨行人对大乘菩提心肯定会讲的 但我们这些光是磕头上没有实际上修的话 那可能就没有什么意义的 世间人当中也是经常执行合意 王阳明的很多书里面都是一直讲执行合意 我去过一些学校 他们有些学校的小型叫执行合意 好几个学校他们都经常说是很好的 但是有些教授也说的是一套 做的是另一套 我们佛教也是如果真的完全是做的一套 说的另一套是不行的 因此我们真正地对众生有一种责任感 哪怕自己再怎么样 只要对众生有力 我们还是要尽心尽力地去做一些事情 这就是所谓的大乘佛法的修行 执行合意的话你应该所知道的 先不知道肯定没办法行的 知道以后光是口头上文字上或者表面上 这样说说而已没有什么应用的 所以自己去修行自己去利益众生 因此我们现在有些法行也是应该有一种 真正有责任感去做的话 这就是一种修行是一种很好的修行 我跟那些法师们也是讲 我们有些法师可能是在世间当中 就跟人接触的比较少一点 然后在出世间 出了家最后当了法师以后 好多弟子也是对你碰 有吹碰的 有各种碰的 然后自己觉得这个世界可能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有些世间的老师也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社会是各种各样层次的人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们自己真正融入世间的时候 才知道自己的修行是自己知道多少 自己能了解多少那个时候可能会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所有的这些道友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能知道多少看能不能也在行持这样的话应该是很好吧 我们这里讲出了很多修行人的过失 我们自他都用把它看作一种镜子来对照 这样以后至少也是听了一节课以后 或者我们学了一些法以后还是有 暂时自己的内心是有改变的 内心 然后又过一段时间 人可能需要不断地学习 而且学习我希望你们还是有集体的学习 集体的学习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它有自然而然的一种能力 如果不集体学习的话 自己一个人的修行和闻思的力量是真的薄弱 再加上现在可能外面的环境都不是很好的 你一个人再这么强大的话过一段时间可能就没办法的 所以我也在拉荣特别感谢我们这里的很多人 如果大家没有的话我们可能也没办法一起学习 如果有了一起学习的机会自己都有一种惭愧心 现在我们外面很多道友自学的这些人大多数都退完了 共修的这些人大家都互相都有一共 因为我们人大家都是有一个面子 大家都集聚在一起 一起考试 一起背诵 一起的话 自己好像觉得自己一直跟不上有一种压力 他们现在学英语 学日语他们也必须要有一个集体的群 如果没有集体的群如果一个人自学的话 最后会自己消失的因为谁也不知道 不好意思 没有什么的 自己会消失的 如果有一些群大家都互相有一种监督 所以我建议大家一方面照出自己的过失 我们现在这里面有十四种 什么是 那就今天讲到这里有十八种过失 还要再下一次还要我们检讨 那就今天讲到这里吧 好吧 咱们看看 geographical 我们上官有恋喝的 physical energy之 每个人都用 Vamos做 然后我们在 efemon心里面 bize看信息 Nuclear啊吃的哪子 空的血 就可以看到 我们下方的血准备 我信任怎么可以